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常的热 当然所幸在午后有一场雷震雨 雨是通常都来得又急又快又强又大 但是消暑的功能相当的强大 这也让夜间可以迅速的降温 清晨的温度可以稍微的低一点 这个时候到第二天中午 温度上升到极端温度的速度就可以变得慢一点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虽然可能会偶尔造成一些行动上面的一些不便 不过基本上我还是非常欢迎午后雷震雨的消暑之雨啊 好 那今天呢 跟昨天的天气状况非常的类似 那么还是一样 太平洋高压的这个威力非常的强 所以各地呢 温度都相当的高 那么降雨的部分呢 午后短暂雷震雨的机会呢 整个西半部大概有60%的午后短暂雷震雨降雨几率 那么在东部跟澎湖地区 降雨几率就会低到只剩下10% 所以西半部有午后短暂雷震雨 而东半部以及离岛的金曼马祖澎湖地区 那就是晴空万里非常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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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热 重要就是非常热 那么不过呢 这个热的状况呢 如果不管有没有午后的短暂雷震雨来消暑都很热 各地的高温呢 都上看36 37 38度 就平均温度来看的话呢 中央气象局的这个预测 北部地区白天温度28到36度 中部地区是28到35度 南部地区是27到37度 东部地区以及澎湖地区27到35度 那么但是呢 中央气象局也提醒了 有一些地方被封面的关系 所以临近河谷的地方 包括了台北 南投 新北市 嘉义 台东 新竹 苗栗 台中 彰化 云林 高雄 屏东 宜兰 全台各地都可能会出现 36度到38度以上的高温 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花莲都27度 台中现在只有25度 台南 高雄 台东 28度 宜兰也是28度 澎湖是29度 很热吧 要多喝水 多补充水分 那么但是这个热不是只是感觉而已 就数据上来看的话呢 也真的是超级热 到昨天为止 以台北市的策站呢 因为这个有百年记录啊 就是在这个台北的这个气象局前面有一个观测瓶 其实它那个还是绿地啊 好 那么有一个观测瓶的所测得的那个温度呢 破38度已经有11天了 今年以来 那当然主要就是在六七两月啊 那么破38度有11天了 超过37度的也有22天 这都破了历史记录 那破36度的部分呢 已经有38天 仅次于2016年当时所测得的48天 可是只差了10天 所以看起来破36度的天数要破记录 应该也是势在必行的啦 那么破35度的部分呢 已经有了45天 在这之前的最高记录是77天 不过现在看起来 这77天的记录 因为8月也会非常的热 看起来也是会超过的 好 所以呢 高温记录 从客观的数据来讲的话呢 不管破37度38度都已经破记录了 然后呢 至于破3536度的天数 应该今年也会破记录 所以说这是今年呢 今年是百年气象史上最热的一年 绝对不为过 不管就平均数字 绝对数字来说都是如此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四大指数呢 都是上涨的 高层工艺指数上涨了8.92点 刷盘指数是26680点 涨幅百分之0.03 纳斯达克则是大涨了263点 收盘指数是10767点 涨幅高达百分之2.51 而且纳斯达克是再创历史新高 S&P指数上涨了27点 收盘指数是3251点 涨幅百分之0.84 非城半导体更是上涨了41.48点 收盘指数是2110.47点 涨幅高达百分之2 那么上个礼拜呢 包括了纳斯达克非城半导体等科技类股表现 相对的没有像S&P指数那么样子的高 那么甚至于平均来讲 一周是下跌的 可是昨天就是这个礼拜的一开盘 科技类股就开始发动 尤其是五大尖牙股 包括了亚马逊大涨了7.93% Apple也涨了2.11% Facebook涨了1.4% Alphabet也就是Google涨了3.1% 微软也上涨了4.3% 这里面呢 主要是亚马逊是领头羊 因为呢 高盛将亚马逊的目标价 从每股3000美元上调到3800美元 就带动了亚马逊的股价呢 继续的连续六个交易日 涨幅都超过了3.5个百分点 也带动了五大尖牙股的大涨 接着我们来看的是油价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了0.22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40.81美元 涨幅0.54% 北海布兰特原油则是上涨了0.14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43.28美元 涨幅0.32% 至于在黄金的部分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7.40美元 每奥斯的报价是1817.40美元 涨幅0.41% 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继续小跌了0.14个百分点 来到95.752 至于欧洲三大主要股市涨跌互建 英国金融18百分子股价指数 下跌了28点 跌幅0.46% 德国凡克服指数上涨了127点 涨幅0.99% 收盘指数13,046点 泛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23点 收盘指数是5093点 涨幅0.47% 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 是美国最新的纾困案 可能的这个规模呢 现在是上看一兆美元 目前看起来呢 美国的共和党跟民主党呢 都希望能够通过最新的纾困案 因为这是第五波的纾困案 而且呢 应该是今年年底选前呢 最后一次的纾困案 所以呢 现在双方都希望突破 那么但是呢 那么对于里面的一些细节 双方的意见有一点差距 最主要的真值点 就是对于失业补助的加码 到底应该要加多少钱 现在呢 在各地方政府 本来就有失业补助金 那么联邦呢 是每一个礼拜呢 多补助600美元 这一点呢 其实对于很多的共和党支持者来讲 它可能造成了 反而有些人失业了之后 就不愿意出去找工作 因此反对呢 那么一周补助600美元 所以这个法案呢 应该是会通过 只是说呢 对于失业补助金的加码 到底要加多少钱呢 双方呢 意见不一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不过欧洲的振兴计划 到底会不会成 到底能不能通过 那么已经这个经过了四天的欧盟高峰会了 那么从上个礼拜 57、18、19到昨天 连开了四天的高峰会 至今欧盟27个成员国呢 仍旧没有办法对总价值是 总额是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的用法达成共识 因为呢 以荷兰为首的节俭四国 包括了荷兰、奥地利、瑞典、丹麦呢 对于这个补助款的规模 希望能够缩减到4000亿欧元以内 那么但是呢 德国、法国呢 认为至少要4000亿欧元才够啊 那双方争持不下 那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 欧盟理事会主席提出了一个折中板 也就是呢 在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当中呢 属于补助款的部分 降到3900亿欧元 那么至于在低息贷款的部分呢 则是提高到3600亿欧元 总规模不灭 但是补助款降低 然后呢 贷款的部分呢 稍微的增加 那现在看起来呢 通过的机会是蛮高的 这也是激励欧元呢 在今天凌晨呢 最后呢 升值的主要原因 好 可是要注意的是 这个各国家呢 都是用砸钱的方式来救经济 那现在呢 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 或者是机构呢 开始点名一些新兴国家 那么大举的增加了公共支出 在台高足赤字预算非常的高 可能会陷入财政危机 这里面呢 被研究机构ASR所点名的 那么风险最高的是 埃及 尚比亚 跟加纳 非洲的加纳 还有非洲的尚比亚 那么第二级 就是它的这个风险程度呢 第二等级的是 南非 印度 奈及利亚 跟巴西 那违约程度呢 第三级的呢 则是土耳其 印尼 跟墨西哥 这个呢 其实在投资 新兴国家的 债务的时候呢 可能要小心的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日本 日本呢 公布了 这个六月份的 进出口数字 就六月份呢 的这个出口呢 衰退 比去年同期衰退了 百分之 26.2 连续三个月 它的衰退幅度 都超过了两成 所以日本呢 目前的情势 外贸情势呢 人就非常的糟 好 那跟台湾 其实等一下 我们会看到外销订单呢 这个连续的 这个这个上升呢 是成强烈的对比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 英国呢 他们内部呢 有一份 这个制造业的调查 就发现了 英国的制造业呢 非常的悲观 那么有超过 被调查的制造业当中呢 有百分之五十三的 制造业的雇主呢 打算要在未来的 半个半年 六个月当中呢 要裁减员工 超过半成的制造业 要打算 裁减员工 因为英国政府呢 有一项 无薪假的补助计划 就是你只要在 十月底之前呢 你不要这个 裁减任何的员工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 给予补助款 那补助款呢 十月底就要到期了 所以如果这个补助款 没有办法继续 再新增的话呢 那么你就看到 刚刚那个调查显示 那英国的 之前员工的 这个问题 就会变得 非常的严重 好另外呢 在原油的市场当中 要注意的是 雪佛龙昨天宣布 以130亿美元 并购了另外一家 这个原油公司 Noble 那这个呢 是在油价崩点以来的 第一桩的 这个并购案 那这种并购案 其实通常是在 价格谷底的时候呢 然后也就是原油公司 对于未来前景 看好的时候会出现 所以呢 这一个并购案呢 它的这个 象征意义 其实非常的大 另外呢 高盛提出了警告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市场 目前的规模 高达库存量 高达52兆美元 比美国的住宅市场 还多了两倍 可能有泡沫之余 这是高盛提出来的警告 好另外呢 中国大陆昨天呢 人民银行公布了七月份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连续四个月没有任何的变动 好 所以呢 目前不降息 但也没有特别的要升息 接着入股的部分 昨天呢 出现了报复性的大反弹 上阵指数大涨了100点 收盘指数3314点 涨幅高达3.11% 深圳城指大涨了333点 收盘指数13448点 涨幅2.55% 香港恒生指数也则是下跌了31点 收盘指数25057 跌幅0.12%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力讯啊 中国大陆的苹果的代工厂 力讯呢 在之前呢 他因为并购了伪创旗下的 伪新资通的股权跟业务啊 那么所以现在引起了这一个 红色供应列 即将要这个通吃苹果的 这个代工业务的疑虑 或至少呢 分庭抗礼的疑虑 现在又传出来说呢 力讯呢 还打算要并饥饺厂凯胜 那因为凯胜呢 目前还是亏损的 所以如果这一个并购案呢 成型的话 那么力讯呢 就可能会打造大陆版的红海 也就是说从零组件 一直到最后的组装呢 可以全面性的完工 这个呢 对于包括红海跟合作的影响 非常的大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经济部呢 统计处昨天公布了 6月份的外销订单 外销订单呢 总金额410亿美元 再创了历年同期新高 而且年增率是6.5% 这个涨幅呢 是2018年9月以来的 最大的涨幅 而且呢 今年的第二季呢 累计的四五六月的 外销订单金额 1184亿 创历年同期的第二高 那么年增率有3.1% 终结了2018年第四季以来的 连续六个季度的负成长 好不过这里面呢 仍旧是电子自通讯呢 非常的强劲 可是呢 传产 包括了石化产品 化学品的外销 基本金属 塑橡胶 都还是两位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